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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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爆了可是我覺得第一場很有價值耶 就算你說那個他媽的跟電影劇本寫好的一樣 我還是覺得那第一場真的是很有價值 認真講看到第一場那是值得 真值得啊 幫下兩週買到雲爆比賽的票的人要哭哭了 花大錢又沒有看到D12 D12 其實看人多比較感動 對啦就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籃球的盛況你知道嗎 搶三小老魚住啦都沒有那個了 電爆女沒錯 啊 今天本來要買的 但是 我要我覺得會爆冷門的那一場沒買到 我覺得沙烏地阿拉伯那一場會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感覺好像會 抖抖的 怎麼講 現在丹麥跟土尼西亞那一場還好沒買 靠腰打到現在66分鐘了還在0比0 我看文章第一排有幾個位置要價16萬 可是他不是說那幾個貴的位置全部都已經賣掉了嗎 就是 就是他不是說什麼計票70萬然後全部銷售一空 那那個計票應該就是他那個VIP全部雲爆主場的位置吧 而且如果要到70萬那一定是那個 他上場時間太長了啦靠腰 你看他一場都打40幾分鐘 使用率太高了 想請問一下集訓的角色是只要有舊的就可以換嗎 舊的然後那個舊的有S就可以了 雲爆整個不行 沒有那麼誇張沒有輸HBL啦 但是他們本土這個我就分析過了沒有 就是我上次就說過了沒 他那個 他那個什麼啊 就是他的那個 他本雲爆的本土本來就是 戰力大概就是其他隊伍最 比起來最差的 他們本土本來就比較差了 這是事實 所以他要能能加強的地方就是 看能不能透過那個什麼啊 透過魔獸帶動他們那個本土的成長 我覺得這很重要 說真的他們也是有打出幾個本土 效果還不錯的認真說 像是那個誰啊 像是 羅 羅正鋒跟那個 盧傑敏我都覺得算是 表現已經算比較好了 再以本土的這個情況來說 好 哇操 可以啊合金贏 踩到就可以了 喔 15了 15場票價16萬多 喔70萬是空位是不是 是16萬喔 OKOK 魔獸來說給需要的感覺 比錢多更重要 認真說啦 我覺得就是他們不是有在講 那其他球星就是會不會紛紛效仿 想要來台灣這件事情 啊我自己是覺得說 說真的不是每個 NBA大牌球星 都這麼的親民啊 我認真講這件事情是這樣 就是他不是每個都那麼親民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呃 剛好魔獸是 台灣人需要的 就是然後他又很喜歡台灣文化 這是事實嘛 這種狀況下 就是我覺得 魚幫水 水幫魚啊 啊啊啊啊 這可以空位 而且重點是 你們不覺得 雲爆不會打擋拆嗎 你們沒有發現這件事 就是雲爆的後衛群的切入破壞力 遠不及其他隊伍的後衛群 所以他們切入破壞力小 擋拆的效果當然就出不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很難打擋拆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 當你的後衛 第一個你切 你打擋拆要有什麼條件 就是你切入速度要快嘛 你要能夠拉扯到 然後會讓對方去做補防這件事嘛 那你今天做不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切入很容易就被擋住了 那你擋拆當然就出不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雲爆的外線 本土的外線沒有這麼準 就是 你打擋拆要嘛就是 擋拆之後他那個外線也要夠準 那你外線要夠準你才會有殺傷力啊 如果對方 呃就是 內縮想要幫忙魔獸那個點 那你外線要準 所以我覺得 如果雲爆有一個類似像 靈尾翰啊 或者是像那個 像 我覺得 太陽的白薩 那一些 他的切入破壞力其實都是很強的 就是速度又快 然後又有爆發力的那些球員 那些都是 不錯的 認真講那些都是不錯的 相比之下 幹 沒錯 學MP去指導一下雲爆 這東西吃爛了 雲爆要打起來先弄好D12的位置 我覺得他們後衛群能不能成長這很重要啊 MP可能連CBA都吸不動 確實 他在那邊騙 他在那邊騙 一直不好聘欸 好煩喔 甜瓜肯定是沒氣 有一些大咖球星其實不適合來 他如果本身是那種很跩的 說真的啊 你來你看到他你會覺得那個喔 為什麼他的機制都這麼準 為什麼他的機制都這麼準 跟鬼一樣啊 跟鬼一樣啊 要掉球了 他如果如果擋拆有個0回 我真的覺得如果 哇 幹一直爆P欸 靠 他如果擋拆有個0回 超妖啊 如果他的擋拆威力有像 要有像那個0尾翰那樣子的能力 0尾翰有外線 然後 切也切的進去 打擋拆效果又好 要掉球啦 銀春花 咦 卡住你囉 丁勾穿 這個儀卡 可以吧 關鍵的1個3分9喔 完了 林書好喔 看 認真講 我不知道他現在能力到底是在哪裡 因為說真的他在CBA真的已經打不太動了 喔好Lag啊三小 整場都在爆PIN 沒有網路線可以插啦 還有網路 關鍵1個火鍋 喔延長賽OT取勝 而且還是扛著整場的爆P 下課囉 他的個性應該也能融入台灣籃台 但我覺得 不是每一個都像 賭安Howard這麼親民耶 我認真說啊 不是每一個 大咖的NBA球星都像 賭安Howard這麼親民 而且他是真的 看起來也是真的蠻熱愛台灣 他如果 假設他 這也是為什麼 魔獸來的效應這麼大 然後這麼多人喜歡 連一般平常沒在看籃球的人 都會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想要來看魔獸打球 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 除了他球技 就是他也是準名人堂的NBA球星 這種等級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喜歡台灣 然後他也願意在台灣去 去融入台灣很多的一些文化 去接納 他包含他會去 吃所有台灣的一些食物等等 我相信有一些 來台灣打球的洋將 他還是不習慣那個 就不會每一個都像 躲安Howard這樣 這麼習慣 然後可以融入得了 就是亞洲文化的那個 飲食習慣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以及直播囉